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华融公司及子公司今天上午在港股开市前宣布股票暂停交易 消息称 赖小民被查是因为他不顾公司内外的质疑声 连年向一家在宁夏注册的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天元猛业 大量输血人民币几百亿元将天元猛业扶植成为华融的影子公司 中国华融及子公司华融金控华融投资 上午在香港股市开市前发表停牌声明 宣称以待刊发公司内幕消息的公告 赖小民被查后已被撤换 多家大陆媒体报道 广东银监局局长王战锋 今天上午已经接替赖小民担任中国华融党委书记一职 未来或将由董事会提名成为董事长的人选 有报道直指赖小民被查下台是因为大量输血给天元猛业 赖小民把天元猛业定位为大客户战略下的头号大客户 2017年7月他甚至率华融的高层到宁夏 在天元猛业公司召开半年度会议 报道指出天元猛业于2003年成立 资本额为人民币30亿元主要生产电解猛 2012年中国大陆电解猛业迎来了寒冬 有数十家企业关停倒闭 天元猛业却逆势上扬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解猛生产者 而华融则是这家公司最主要的融资提供者 报道还说天元猛业的母公司是中国天元金融集团 后者是华融的影子公司 华融是幕后真正的金主 赖小明为什么要把人民币几百亿元输给这家公司 其中奥妙有待调查水落石出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今天发表的报道指出 最近华融收购了能源企业中国华信一家子公司 36%的股权 可能在华信收购俄罗斯石油公司90亿美元股权的计划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 报道说华融在三月份就完成了上述交易 随后不久就有报道称 华信董事会主席叶简明在二月被带走调查 叶简明至今下落不明 但中国官方已经证实他已经离开了华信的经营圈 赖小明被查下台是否与叶简明案有关耐人寻味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2年10月12号在北京成立 赖小明任董事长 柯卡生任总裁 隋运生任监事长 这标志着中国华融由政策性金融机构 转变为市场化金融机构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 由财政部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发起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截至2017年末 中国华融总资产达到人民币1.87万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32.5% 继续保持中国最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地位 好了以上就是由梁骏为您带来的华尔街人物 阶属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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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的影子